大家好,這裡是墨技 今天呢,又要回來玩RO仙境傳說 那今天呢,我想要去做一些小小挑戰 就是去打一些副本 那之前呢,一直都想要來打打看恐怖玩具工廠 那發現說,好像真的可以有換法打喔 所以我這次呢,就錄一下這次打的過程這樣子 那一樣呢,就是我的裝,我稍微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就是很基本的恩典套 之後我繼續使用幻影獵人之弓 那前陣子呢,因為170等了 那時候170等,我終於去換了超時空頭 但是呢,由於沒有資金的關係 我現在的附模是非常爛的 懂的那個IMT還有一等的等級 那基本上應該是要附那個LUK啦 那等我這段期間努力賺錢之後 我們再來附附看 現在就是先隨便附個意思一絲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很基本的配備啦 那其實用這種基本配備呢,就可以打得過了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很擔心的說 一定要說很強的裝備才能去打副本嗎 其實也不一定啦 看個人 那像我自己的話呢,我是覺得說 只要能打得過我就很開心了 那畢竟我自己是屬於休閒玩家 那也不一定說要用很頂級的裝備 這樣能玩得休閒之後又能打得過 對我來說就很高興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那種很厲害的那種擊殺 我這邊就真的沒有辦法替大家實現 好啦,那我們就來去看一下副本 那我自己一樣就是會帶一隻主角去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帶 實在是 實在是不放心啊 而且因為現在有那個奇人節活動嘛 我也是說想說 趁我現在還有這些免費補品的情況下 趕快來做一些副本的挑戰 至少是無成本的挑戰啊 那也可以順便訓練一下自己的技術 啊,對了,我忘記在進去之前呢 呃,它其實這裡會有一個奇特的小丑 如果大家對這個副本不熟啊 可以先從這個奇特的小丑來去練習一下 它跟這個140等以上才能進入的副本 其實流程是一樣的 只是怪物的等級不一樣 好,那我們就先進來吧 那唯一的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呃,NPC的對話你必須要看完 但是這種正常的副本呢 是可以使用快速進行 那加上我自己的其實 呃,攻擊力沒有那麼強 我一開始會先給它開金 就直接打就對了 那一開始這個地方呢 必須要擊殺一定的數量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到下一個地點去 好的,那現在已經有沒有看到 呃,下面有顯示一個橘色的字 那現在已經有沒有看到 作業主任廣播,大家都去哪裡呢 作業員怎麼可以散離崗位呢 那有出現這行字 我們就可以呃,直接來到這邊最左側 我們就可以去下一個地點 那我是建議說 如果你有像我這樣子帶一個主教來 想要放狀態的話 先給它放一放 放一放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點選 這邊有一個制服箱子 點下去 這樣我們就會變成了 就是什麼 薑米能 一定要變哦 如果不變的話 到下個地點就會死掉哦 所以一定要變 你不管有帶幾隻角色進來 就是通通都要變 那這個時候呢 來到這裡要跟作業主任對話 那一樣 再點擊這個箱子 我們就可以到下一個地點去 首先要先走到最右側 來到那個 下去那是他們 就是他們的玩具工廠 也要遇到這個凱瑟琳 那這邊一樣是可以快速進行 我們就直接點選 那這個部分呢 是要點 要去找十位的薑餅屯 那我自己的走的順序齁 我就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都會先從這裡上來 之後先點這個 那點擊的時候要注意哦 他點了之後就會出現魔物 所以 所以我個人呢 點了之後就趕快跑 因為這些魔物是 沒有必要要全部擊殺的 所以就點了就是要趕快跑 那岩路上呢 其實還是有這些 攻擊力蠻強的魔物啦 如果擔心的話呢 建議還是邊走邊清理 那來到最左側 有山姿 那我會稍微 往下一點 反正點得到 他就可以了 我們點到一樣 趕快往下跑 這邊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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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會走到最下面 是因為 他下面還會再出 噁心的魔物 那為了防止說 可能會死掉 所以我還是 呃 就是小心 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他其實有一些地點 他是會固定出的 所以 還是要小心啊 建議說直接用蟲子 除非 除非你真的裝備不錯啊 然後是 呃可以直接通關的 當然是 OK的 那這邊會有 也是會有一隻 一樣 直接往 右邊衝 來這邊呢 是 兩隻 這裡都一定會出怪 所以沒有關係 我就是 一律把他 擊殺 那這邊也有兩隻 一樣點了 一直往右走 往右走之後呢 這邊也是兩隻 那一樣往上去一點點 那一樣往上去一點點 好 之後我們就 抓 抓準距離 點選 好 那趕快跑 好 我的 鼓鼓就快不行了 呵呵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是會從這邊走 因為這邊他 一樣 這邊一定會出 所以我會先把他清掉 清掉之後 上面還會有一個 匠兵門 點選之後 要往下 那我確定一下 我們確實 那個已經是最後一位匠兵門 那他現在又跑出綠色的 制 就是開啟那個 員工的休息大門 我們就可以去 下一個點 那我們現在變回來 馬 要記得喔 還要繼續點選 制服箱子 不然的話 就會 失掉 那我們一樣到下一個地點去 那這次回到剛才這個 十字路口 那往上走 我們就可以來到下一個地點 這個地方呢 是兩位聖誕老公公 那有一個聖誕老公公呢 他就是很不安分 偷了一些禮物 那這個是被抓的聖誕老人 可是呢 他看起來沒有像被抓的樣子 這邊我們就是點他 對話完 我們就可以去 因為他 點他安東尼奧 他會跑掉 那對話完之後 我們就需要去找安東尼奧 把他驅逐出境 好的 那他對話完之後 就會出現魔物 那這些魔物呢 還是要小心 因為他們使用的魔法 是非常痛的 那像我 是遊俠嘛 遊俠 他對魔法的那個 防禦力其實並沒有很高 所以我是 建議說啦 像我這樣子的小小平民呢 還是慢慢的刷過去 會比較保險 好的 那這次運氣非常好 我已經看到安東尼奧了 那安東尼奧呢 他會逃跑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短時間之內 趕快把他擊殺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他就會跑走 那這次是真的很幸運 就遇到了他 打完之後 我們回到了聖誕島公公這個區域 最後再往右走 我們就要打最後的王 就是基米 那這邊呢 我是建議啦 就是等他的變身結束 因為他這個變身啊 其實你看他這樣子放技能 他都會有延遲的狀況 而且是比較長的延遲 所以我是建議說 等他的變身狀態結束之後 我們再往前走 好的 現在那個變身時間已經結束了 所以底下要往前進 而且我不知道什麼音樂沒的 欸奇怪 那我來這邊呢 我有事先準備了一套不死衣 那因為他頂一下基米 他會放那種連環的火焰之壁 所以會把玩家給卡死在那邊 所以我就有特別 因為我聽親友的建議啦 他是說可以換上不死衣 試試看 因為像火焰之壁障啊 對那個不死系的火物 他是直接可以貫穿的 所以他就是叫我先用這個試試看 或許就不會被卡住 那我們就直接過去 但我不會先換 我也等一下先把狀態放完 因為基米他是不死系 其實我會另外再放那個 灑水 那我放完之後我才換 因為如果你先換的話 灑水是灑不上去的 因為我變成不死系的嘛 啊 怎麼突然有音樂啊 那這邊呢 那就會聽到基米跟那個 給瑟琳他們的對話 那基米一直以為說 是他害死了爺爺 就是製作他的那個玩偶的爺爺 那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爺爺他早就已經生患疾病了 他只是一時的太開心了 所以他就不幸的聲望 那有點像是說 基米他可能就是產生了另外一種 能格吧 會不曉得 就是變成這樣 好 那這邊呢 要開打之前 我建議大家呢 把陷阱放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看到 我這個位置 之後我們要站在陷阱的下方 這樣子的話 他的幻影以及基米本身 他們就會卡在一起 那他這個副本的條件就是說 一定要兩隻魔物的血量 不可以差太多 所以我們這樣子放的位置是 最剛好 就我忘記換了 先換一下 那我還是一樣 穩扎穩打 穩扎穩打的慢慢打 那底下 對他底下放火焰之壁杖 其實可以發現說 地上會有黑黑的小點 那個就是他放火焰之壁杖的路徑 如果手術快的人啊 是可以直接去看 之後直接閃 那我個人可能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還是 小心為妙 OK 結束了 那平常的話呢 其實我會開呆呆來打 就是不只打這個 還有打其他可以賺錢 小小賺錢的副本 那今天因為要拍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吃 吃那個呆呆 那他平常的話 主要是收集具有魔力的卡車 那這邊的箱子啊 也是有機會可以開到的 那這邊看一下 欸果然開到了一個 他其實都有機會可以開到 所以對一些 新手玩家 就是也可以來這邊打賺錢 我是覺得這是不錯的選擇 那我個人的話 因為後來發現說可以打得過 我現在也是很努力的 每天都會來打 好 那因為我個人沒有貪婪的 就是貪狠裝啦 所以我就只能 一個一個一個慢慢撿 所以我建議說 全部都一起打開 沒有貪婪的話 不然的話 我怕我撿到最後齁 東西都 都遠底消失了 這樣就不好了 好 那這些運氣是有稍微差一點 因為只有開到一本 卡車 那之前我 呃 打的時候呢 呃 最高紀錄啦 是 機米掉一本 之後 箱子開一本 就是具有魔力的 那 箱子又開了兩本普通的卡車 所以總共是有四本 那我們就直接出來吧 好啦 那今天呢 的那個副本挑戰 就到這裡結束 其實還蠻順利的 啊 之後 呃 我剛才要講什麼 突然忘記了 好 好 我終於想起來 我剛才要講什麼的 因為我現在 呃 都會打一些副本嘛 都會收集一些卡車 那主要是因為 試轉 呃 的開放 應該快要到了 那 既然試轉 要開放了 那表示說 新地圖 跟新卡片 也會 開放 所以我打算就是 這一陣子 先 把一些卡車呢 給他 囤起來 那之後 也是會 來拍攝 一個 開卡車的 影片 這樣子 看看 我的運氣 還 還在不在 好 那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啦 那今天的副本 挑戰算是 比較順利一點 那 下一次的話呢 我再 呃 可能再挑戰其他的副本 或者是有一些 想打的副本 我可能也都會 來做拍攝 那 希望大家 呃 喜歡今天的影片 咯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大家 掰掰